間奏 化工發射到第二天 現在是早上8.30 本身打算去有樂町 最大節的無印象福袋 但是就太遠了 來酒店要坐好多的車 所以都是去吉祥寺的分店 吉祥寺有三間分店 昨天去了一間 今天就去另一間再大間一點的分店 好 現在上車先啦 哇 好多人 已經是早了一個小時15分鐘到達 已經有這麼多人了 這間是吉祥寺0101的分店 是一間大分店 好 剛剛9點5左右 之前就來派醜了 今天就拿到65和66去醜 好厚啊 上年名古屋我是拿25 26 不過這間店算是一間比較大的店 希望這麼厚都可以買到女裝S馬福袋 好想要啊 為什麼昨天和今天都可以搶福袋 因為這間無印是1月2日才開門 昨天就是休息的 如果你想知道哪間無印是何時開門 只要上他們的官網檢查一下就可以了 終於等到開門上到六樓的Muji 但我們這個醜太後的關係 所以也要再等多半個小時才進去減福袋 好 終於完成了我的無印搶福袋 那就買了一個女裝S馬的福袋 終於買到了 原來是最後一個 不過就這樣看 就好像一般般的 但我回家拆過才知道 然後再買了一個文具福袋 就跟昨天那個不同款的 那待會就拆給你看 另外就買了兩個福袋 價值2016日 即是就比起2016的福袋 但是是這樣的樣子 待會再拆給你看 好 等於開箱片吧 在日本的新年期間 我當然不會只買無印福袋 看看今天所有店鋪都開了 比昨天熱鬧好多 那我也鎖定了一些喜歡的品牌 還有沿途看到底的福袋 都不小心買了一些 最後就買了這個 Tutu Anna的1000日圓福袋 這間不知道是不是讀Latisse的飾品店 300日圓就有10件飾物的福袋 然後還有Mr.Donut的福袋 1000日圓就有10個Donut 還有鬆弛紅的野菜 最後我特地來到吉祥寺 我們一座叫做Kilalila的車站商場 6樓有我最喜歡的雜貨品牌Salu 馬上買一個福袋 買完福袋 在同一個商場的5樓 有這間很漂亮的餐廳 見肚餓就早點進去吃午餐 我們點了這個午餐套 飯和湯都很好吃 另外還有這款蟹肉意粉 價錢都是每份1000多日圓 不會說很貴 好醜 剛剛就在吉祥寺掃完貨 好累啊 這堆東西是重到你想像不到的 我們現在就回酒店放下東西 然後再出發 放下東西之後我們又去到大門了 去回我們第三天去不到的 崩崇丁世界貿易中心 上之路線怎麼去呢 就看回Day3的影片 我相信這個並不是一個很出名的展望台 但票價比之前去過Lidle便宜 只需要620日入場費 在自動售賣機買完票 就上去40樓的展望台了 一上去我已經外上了這個展望台了 因為這裡給我一個很休閒很純粹看見識的感覺 不太多人之餘 還要周圍都有椅子可以坐在快樂地玻璃前面 真的很舒服啊 你們明白嗎 哈哈 而我們上去的時間是4點鐘左右 也是差不多日落的時間 你看看 看出去多漂亮 而且還看到富士山 大家都看到了 幾天我去了很多觀景台 到目前為止 我可以肯定這裡是最美 最舒服 景觀是最好的 但我後天會去買SkyTree 去完之後 看看是不是這裡還是最棒 雖然這裡不是最高的展望台 但景觀絕對不會輸蝕 是最近看到東京鐵塔的展望台 但我最喜歡也是這裡的氣氛 相比東京鐵塔和深大樓 這裡是真正讓我可以坐定 休閒細望東京都的地方 也是我最想再去多次的展望台 我現在來到奔崇丁世界武力中心 這裡真的很漂亮 而且價錢很便宜 620日圓就能進來 但是這裡2019年就重建 到2024年才完成工程 所以如果大家上來看這麼漂亮的景色 記得趁這三年來這裡 就好了 晚上的景色同樣迷人 但是彩虹橋就有少許被遮住了 USING SINGLE 不過彩虹橋就有少許被遮住了 如果來東京只可以選一個展望台去 想休閒看景色的話 一定是選這裡 因為今天6點關門 所以我們6點離開 這就是崩崇町世界貿易中心的外觀 然後我們去了新宿 逛街的就無謂拍給大家看 晚餐去了吃壽司 位於新宿西口的元祖回轉壽司 很多人要站一會才有位 這裏的壽司是由125至500日圓都有 也可以在回轉那裏拿 或者在另外的選項也可以 價錢是這隻碟的顏色而定 當然這裏不可以跟另一隻壽司相比 但質素也不差 不會覺得很難吃的 而且我發覺在回轉壽司 比自己另外點的漂亮很多 你看看這個自己點的帶子 和剛才回轉的分別就知道 當中令人最難忘就是這款 拖羅三食年玉子 這碟混合壽司是600日圓一碟 但貴得來是有道理的 真的很好吃 不知道在很多人 看不出問題 看我們有好幾個 不出問題 真是不出問題 把這局議員